我们俩在一起快两年了 我觉得在这段感情中 我付出特别多 忘记了很多东西 也做了很多努力 却得不到回报 我也是为了我们两个人的以后再努力 我现在应该为了事业 血液去奋斗 我希望她能支持我 她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冷淡 我对她的好也变成了理所应当 现在居然和前女友联系 我真的接受不了 我对她的心一直也没变 那个女孩只是我高中的同学 我不想因为这些事和她分手 我们毕竟还是有感情的 她做任何事情都不考虑我 我觉得她未来的规划里 也没有我的影子 我现在看不到希望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超 22岁来自山西学生 女嘉宾小宁 24岁来自河北酒店迎宾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哈 在哪认识的啊 一个河北一个山西的 怎么认识的 我那个之前跟男朋友就是刚分手 就是一段时间心情不好 然后就是我打算说来千斤这块散散心 回来那会赶上半道上肚子疼 然后正好给她碰见了 就那天兜里装着药 然后就给了我两片照顾了我一会儿 你兜里还装着肚子疼的药 对 因为那几天正好我也是胃比较难受嘛 然后我包里就正好有药 哦 就这么好上了 嗯 对 你在天津市读书是吧 对 是 后来呢 我当时挺谢谢她的 然后就是走的时候 我跟她留了那个联系方式 我说以后你来那个河北玩 我请你吃饭 过了几天她都真来了 我当时就是那么客气一下 真是只是客气一句嘴边的话 然后结果她都真来了 不是以后大家别随便客气了 这个 你咋就去了呢 我就觉得这次相遇是我们两个人的缘分嘛 哦 你是喜欢这姑娘了 对 而且当时觉得她人长得挺漂亮 也是我喜欢的类型 就想让她做我女朋友 哦 就追到河北去了 哦 对 当时我还挺惊讶的 然后没办法我话说出去了都 然后后来就 我们一块吃了顿饭 吃了顿饭完事走了之后 没过几天就又来了 而且就来得特别频繁 哦 隔几天来一次 隔几天来一次 哦 我当时心里想 我说这人怎么 就跟狗屁高腰似的就这样粘上我 不能这么说啊 后来 突然有一天就是那个 她跟我说 她说我喜欢你 你当我女朋友吧 我当时一方面感觉惊讶 另一方面就是说 我那会儿刚跟男朋友分手 然后也没那份心情 再加上对她也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后来我那会儿拒绝了 哦 但是她特别坚持 就追了我大概一年多 一有她放假的时间就过来找我 一有放假的时间就过来找我 就对我血汗温暖的 然后就是她是个学生 本身钱不是特别多 但她省着钱用 把这些钱给攒下来 就是给我买一些小礼物 我不是说东西值多少钱 但是我感觉有这份心 我挺感动的 不容易 而且就是跟男朋友分手这段时间 也是她陪着我走过来的 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也是真心的 就是所以我想就是给她一个机会 然后我说 如果咱俩谈对象的话 就是奔着结婚的方向去谈 她当时同意了 所以我才答应跟她在一块的 然后呢 然后我为了她 就是把老家那边工作给辞了 我来天津这边上班 哦 她陪读是吧 对 我当时还不同意呢 不愿让我来 然后我都来了 来了以后我在这边上的班 就是说希望俩人以后离得近了 能经常见面 不只是平常她照顾我 我也会对她 就是说买些吃的 用的乱七八糟的 就是互相照顾了 是这意思吧 对 然后有的时候她手头紧了 我还给她强花 我既然跟她好了 我就一心一意地对她好 但是我感觉 当我毫无保留地去付出的时候 我感觉她就 慢慢地就 对我就感觉特别冷淡 不在乎 去年年初的时候 她突然跟我说 她说她要去考研 去上海那边读研究生 我当时心里边就有点不高兴 因为她当时跟我说的那态度 那语气 根本不是跟我商量 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人家在下通知 我告诉你一声 我要去考研 我要去上海读研究生了 就这种样 是这样吗 我当时也是跟她说了一声吗 我当时我就觉得考研 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是是是 我们俩在一起这么久了 她肯定也会支持我 那你考上之后怎么办呢 我就打算先在上海 就是发展个两三年 然后她呢 然后就等一切稳定下来以后 再接她过去嘛 哦 考上了吗后来 没有 没考上 就是她自打决定说考研之后 就态度就对我 就转变转变得特别大 她之前追我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徐寒问暖 随叫随到 现在呢 前段时间我发烧 就难受的我不行 躺一天一口水都没有喝 可打电话就关机 还关机 回来那天我爸给我打电话 听着我声音不对劲 她跟我说 她说你今天没上班啊 我说那个 有点发烧啊 今天休了一天 她说你不行也要不然你就回来吧 家里边什么都有也不去 哦 然后跟我爸挂了电话 当时我就挺难受的 我爬在窗上哭了半天 然后给她打电话 就还是关机 还是关机 我当时我就在想 我找这个男朋友干嘛呀 嗯 我烧死了 她可能都不知道 不回不回不回 干嘛去了小的 就当时不是准备考研嘛 每天早上七八点就要去图书馆 一直看到晚上十点多才能回宿舍 然后就正好她发烧那天 手机没有电 充电器也没有带 回宿舍的时候 看到她消息就立马给她回了过去嘛 也不是不在乎她 去看她了吗 也没有去看 为什么没去看她呢 因为当时就是时间也比较紧 还是准备考试之类的 反正我就感觉她不在乎我了 她跟以前真的不一样 我当时就是 就是因为她对我好 我才跟她在一起的 是是是明白 后来就是说年底这会儿 她那个考研结束了 她跟我说 她说估计成绩可能不太好 当时我还安慰她 我说那个去不了就去不了吧 你同学不打算说 毕了业以后创业嘛 你不觉得你就毕了业以后 跟她一块创业 我手头这边有点积蓄 我给你出点钱 你再找你爸妈要点 但是她跟她爸妈 就是家人说的时候 家人不同意 家人说 你那个考不上 你毕了业 你就回老家吧 我这边还忙着说 要帮她去创业呢 人家这边二话不说 人家听她妈的 她妈让她回家 人要回家了 她要回山西老家了 对了 爸妈就是在老家 也帮我找了一份 还可以的工作 我就是想回去 先工作个三五年 就等那些工作什么的 都稳定下来 经济也独立了 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回去嘛 那这三五年 她在哪儿生活呀 她就 她陪我一块儿去嘛 我就想让她就 你是邀请她 跟你一起回山西老家 我为什么要陪你一块儿去 我当时都放弃老家的工作 我跟着你来了天津 我来了天津 你告诉我 你要去上海 现在你又告诉我 你要回老家 我就一直在陪着你转是吧 你回答一下 我还是想让她就是陪着我 回山西老家发展 回山西 不回啊 别置气了 我不是说不回 我只是说什么 我感觉她现在对我这个态度 我对她付出了这么多 在她心里边就连个位置都没有 我跟她回去有什么用 女生觉得伤心了 我付出这么多 我为什么要跟她回去啊 而且我感觉她现在 就是想回老家找她前女友 因为我最近发现 她就是说跟一个女孩 聊天特别频繁 后来我看一下那聊天记录 人家跟那女孩说啥 就是说她对她前女友说我 说我脾气不好 老翻她手机 就有点烦我 最近都不怎么搭理我 人说马上要回老家那边工作了 然后说有的时候 还挺怀念上学的时候的 那个女生根本就不是我的前女友 她是我高中时候的同桌嘛 高中 我们接触也比较多 也一起经历了高考 所以关系就比较好 我之前是也对她有点好感 但是就是高考之后才跟她说的嘛 她说她也喜欢我 但是因为大学就没有在一起读 根本就没有在一起 所以算不算什么前女友 这个你心里还有这个姑娘吗 有 还喜欢她吗 你有我 你跟她联系 在她面前说我的不好 你让我脸往哪儿棒 我把我老家的工作给辞了 赔了你这么多年 你现在在她面前 对我就是这样一个评价 就是之前也 然后你明明知道我跟我前男友 就是因为前女友真人分的手 你现在还要来这样 现在问题出现了啊 一方是为你付出了很多的女朋友 一边呢是你爸妈在山西 给你找好了工作 你更倾向于哪个呢 我觉得还是想回老家发展嘛 哦 还是回老家发展 那她怎么办呢 她非要跟我分手嘛 但是我不想跟她分 我还是希望她能跟我回去 我不是说建议她去哪儿 我不是建议她现在 对我的这个态度 她当时就比穷学生 什么都没有 我当时就是除她对我好 我才能在一块儿的 现在我落了个什么呀 我老师给分析分析 这应该怎么办啊 一起进入丘比特文卷 小超 心里还有她是吧 对 还有 毕竟也在一起 也这么多年了 感情肯定还是有的嘛 如果你坚持要回老家 她就要跟你分手 你怎么选啊 我觉得就在我这个年纪 肯定还是事业和学业 比较重要嘛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 她会这么介意 你要留在老家吧 她觉得对你们的关系 没有安全感 因为你让她觉得 她开始不重要 至于女孩呢 你在乎的是态度 对吧 如果她仍然把你看得很重要 其实你是愿意跟着她的 对吧 但是如果她看你不重要 或是不珍惜你 你觉得自己不值啦 对吧 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态 但我也要跟你讲一个真心话 付出这件事情 不是要求对价关系的 不是我为你舍了什么 我为你离乡背井 我对你好 你就非得要还给我 感情不是一笔账 不要一边付出 一边记账 如果对方没有等量地回报我 我就生气 怨愤 把自己搞得好可怜 你觉得她不珍惜你 她还觉得你不珍惜她呢 她觉得你就不支持她的梦想 不挺她的人生 那你说谁有道理 所以说穿了 想想自己要什么 不要因为你的付出 就觉得你亏了 能理智地听我说几句话吗 我觉得吧 她没变 你变了 我哪变了 你看 解释给你听 你们的变化在于什么地方 在很多年前 你放弃了自己的工作 去陪她 现在 当她再次提出去山西 你拒绝了 你和当初几年前 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对她来说 她心里可委屈了 她觉得对我好 我过来的 等一下 我没有说你错 我只是说你 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这个不同的选择就是变化 你们的冲突是什么冲突你知道吗 你们的冲突是人生阶段的冲突 当初你那个人生阶段 我谈恋爱就行了 当初她什么人生阶段 大学嘛 除了读书就谈恋爱呀 你们当然是很好啊 现在呢 你要的是婚姻 你要的是将来 而且是两个人的将来 你要的不同啊 你的人生阶段发生了变化 但是她没跟着 没有变不是好事情 没有成长 老师你知道吗 我之前就是在 朋友圈里边看过一句话 就是说 你图什么 千万不要图一个男人对你好 千万不能图他对你好 就我觉得你可以 重新筛选一下 自己的朋友圈了 对 你这个价值观是错的 为什么 就很简单 我们当然图一个男人 对自己好啊 你不能因为这个男人 现在没有给你想要的好 就否定他以前对你的好 然后从而否定 所有男人对你的好 那么如果下一个 想要结婚的 他对你好呢 你也否定他吗 不要因为一时的挫折 就否定应该会来的成功 这是错误的价值观 感恩过去 感谢过去 和一个曾经给你带来快乐 但现在没有办法陪你走下去的人 说再见 那些东西不是白费的 虽然花了几年心血在这里面 但是我也获得了曾经的快乐 而且我学会了 什么样的人才是我将来 要选的那个人 这都是生活教你的道理 好 谢谢陆七老师 女孩一直在哭 我知道你今天 其实是带着两个 比赦де恬的 打托 带到 那个天 团子 下 кто 请 哪 选 她 最后 dance 我是 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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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